這個故事是在講一個 其實他算是整個台北市的一個變化 然後我們從康生12年前在中山區開槍殺人之後 然後進去關了12年以後 再重新回到中山區的時候 發覺所有的人事物已經改變 歡迎他的小弟們本來是等於只是他小弟 可是出來以後他們就已經變成自己算是小哥大哥了 但是那個我們等於有兩條主線 一條主線是康生跟雪佛這一條 講錯 康生跟千娜這一條 劇本改了是不是 Sorry Sorry 康生跟千娜這一條 他們這一條線基本上等於是康生回到林甄北路以後 然後看前面是不是 很多很多的朋友會招待他 然後招待他就招待到了我們千娜 然後從此產生了一些情愫 但是呢因為現實生活當中很多原因會導致 其實這部分也在講選擇的問題 我們把男人的元素壓到最低 就是當在原始社會的時候 男人最原始的就是暴力與權力 所以我們所有的男演員應該全部都是兄弟跟江湖人士 然後我們女演員裡面 除了我們雪佛之外 全部都是酒店小姐 對所以我們等於是在男人最原始的是權力與這個暴力的部分 然後女生的部分就是以性這個部分 作為一個在城市裡面圍生或者是做一個求生存的 所以我們電影為什麼叫山中森林 他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叫lost in the forest 就是迷失在森林裡面 男生為什麼會去走江湖路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你在你的人生當中有了迷失 但有人會選擇走出來 比如說王子先生 他就是被缺服 我差點講 你要講完喔 我要講完是不是 那不講了 就這樣 可以不講了嗎 講重點 重點就好 電影3月下旬會開拍 對那我們今天先舉辦這個卡斯發布會 最重要是因為我們覺得好的演員 要先讓所有的觀眾知道 然後當然也希望藉由這次發布會 可以讓更多的資源跟更多的sponsor可以進來支持我們這部電影 我和導演就在選演員找演員非常的辛苦 最後好不容易找到這麼支持山中森林的這幾位們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他們能夠相挺這支片 因為這支片的主要資金不多 他們都是情意相挺 對 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 第一個首先我自己也開始要好好的訓練我自己的身材 因為可能會有裸露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就是看 你為什麼要破梗 不是不是破梗 我還沒有破梗 破梗是 如果康生哥要求多我就拖 如果要求少 可能就是以康生哥為主這樣 李康生從以來最大指數 看康生哥會拖嗎 我啊我是清導演了吧 我覺得愛麗絲她雖然就是 你說是香檳爸的店長 然後最主要是跟陳昊的感情線 但我覺得蠻好的事就是 可能女生都會有一些不想要男生可能去做的事情 那她要怎麼讓她是可以跟著女生走的 不要再踏入黑社會這件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就是從接到這個戲之後 就觀摩很多關於黑道的電影 然後也找了一些兄弟的朋友聊天吃飯 然後告訴我們整個生態 然後從電影的角色跟身邊朋友的經驗 慢慢的去從他們身上找一些線索 然後慢慢的在念化成我自己 然後慢慢的在念化成我自己 然後慢慢的在念化成我自己